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陸新聞 共軍宣稱環臺軍演 中華民國國防部嚴陣以待 5月23日 中共軍方宣稱 東部戰區組織戰區路、海、空軍、火箭軍等兵力 於23日至24日在臺灣及金馬周邊進行聯合演習 中華民國國防部譴責中共此舉是不理性挑釁 破壞區域、和平穩定行動 表示減派兵力、全體官兵嚴陣以待 捍衛自由民主 23日一早 中共軍方稱 23日70時45分開始至24日 東部戰區組織戰區路、海、空軍、火箭軍等兵力 在臺灣海峽、臺灣北部、南部、東部及金門島、馬祖島、烏丘、東銀島周邊 進行聯合力艦2024A演習 重點演練聯合海空戰備警巡 聯合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聯合精打要害目標等科目 艦機抵禁臺灣周邊戰巡、導戀內外一體聯動、檢驗戰區部隊聯合作戰實戰能力 對此 中華民國國防部23日表示 對此種不理性挑釁、破壞區域和平穩定行動 國防部表達遺憾 以一國軍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減派海、空擊地面兵力應對 以實際行動守護自由民主、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國防部指出 近年中共持續派遣機、間襲擾 已對全球和平穩定造成實質侵害 此次藉故實施軍事演習 不僅無助台海和平穩定 更凸顯其霸道本質 國防部強調 面對共軍一再進逼 國軍全體官兵嚴陣以待 秉持備戰不求戰 應戰不避戰堅強意志 有能力 有決心 有信心 確保國家安全 同時疫情國人 在兩岸情勢嚴峻時刻 扮演堅持後盾 凝聚團結共識 軍民齊心構建防衛作戰關鍵力量 共同守護美麗家園 下面請聽大紀元記者林燕綜合報道 中國人過得比四年前更差 民生話題引共鳴 在美國 政客最怕聽到選民說 現在過得比四年前更差 在中國 這同樣也是一個引發普遍共鳴的尖銳話題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 感覺四年前和現在就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這四年來 打擊不斷 房地產崩盤 中美貿易戰 對民營企業家的打壓 加上COVID疫情封控三年 阻礙了經濟發展 一位大陸網民在微博發帖說 剛開始還房貸 就說要減薪了 日子不好過 另一位網民的帖子也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 他寫道 現狀就是勞動力廉價 市場低迷 失業減薪裁員的情況下 多數人的收入本來就不高 還要再打個折 再加上瘋漲的物價 根據招聘平臺智聯招聘的數據 2023年近三分之一的辦公室白領工資收入下降 從房地產到科技和金融 這些行業都受到了中共政府所謂的 遏制過度行為的打擊 商業調查顯示 中國工廠和辦公室現在更關注裁員而不是招聘 即便是中共官方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 也表示民眾對未來收入前景感到悲觀 彭博社報導 上海打工族胡先生 離開老家在外面打拼近10年 終於在2020年買了一套房子 在用省吃減用積攢下來的錢買了一輛車做副業 週末當網約車司機賺錢貼補家庭收入 他對未來充滿信心 四年後 他現在感到絕望 房價跌了近四分之一 網約車生意也在大幅下降 他跟乘客聊天時 突然發現原來大多數人都跟他一樣 都在掙扎中生活 都在抱怨執政者無能 房地產泡沫 工業產能過剩 高債務和低生育率 都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重大失衡問題 儘管北京暗示即將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並宣布三中全會將於7月召開 但是這些都無法改變大局 因為涉及人口結構 債務和產能過剩 無論哪一個都是世界性難題 老百姓的錢包在縮水 誰生活壓力不大呀 在全國範圍內 無論收入水平高低 中國企業家和工人的錢包都在縮水 在廣東省從事出口供電設備貿易的黃先生說 疫情爆發前的幾年 是他的美好時光 他買了特斯拉電動車 Model X 在深圳南山區也買了一套房子 在談到現在的生意時 他說 從來沒有這麼糟糕過 由於銷售疲軟且未來不確定 製造商不願鎖定長期合同 黃先生說 對於當地企業來說 2023年比疫情開始幾年還難熬 他知道很多人陷入債務陷阱 需要支付昂貴的房貸 還有一些人的房子被迫成為法拍屋 黃的公司已經解雇了五名工人 他開玩笑說自己是吃軟飯的 靠妻子的收入生活 海外社交媒體X上流傳了一段 民眾在深圳福田區教育局門口維權的視頻 福田保稅區外國於小學場地被征收 將於7月20前停止辦學 導致該校的學生們無學可上 家長們5月20日被迫在教育局門口維權 一位年輕媽媽在視頻中說 在這個城市 誰生活壓力不大呀 我很可能明天就面臨被領導辭去工作 因為我帶著孩子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學校安穩下來 這想壓死我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不是來鬧事 我們是想要說 為什麼呀 為什麼這種事會攤在我們身上啊 自中共黨魁習近平開始其第三個任期以來 中共越來加強對民眾的監控和社會維穩 據研究公司Compare Tech表示 中國城市是世界上最密集監控的地區 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個閉錄攝像頭 根據美國加州克萊蒙特 麥肯納學院裴敏欣的估計 有多達1270萬中國人受到中共警方的定期監視 據美國人權機構自由之家的報告 中國各地爆發的跟經濟問題有關的抗議活動 尤其是房地產崩盤 已變得更加頻繁 2023年 研究人員記錄了2891條公開表達意義事件 其中約80%都跟經濟問題有關 互聯網上近期關於爛尾樓 未完工公寓項目的抗議活動視頻 接二連三 比比皆是 哈佛大學中國政府教授安東尼 塞奇表示 我從未見過或聽到過中國中產階級如此強烈的沮喪和煩惱 自1976年以來 他經常訪問中國 更嚴重的是 中國社會的內卷已經擴散到下一代 5月18日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精神科醫生彭祖貴在微博發帖稱 成都某中學一個班54個孩子 其中18個孩子都有抑鬱 還有5個重度抑鬱 成都上中學的孩子 抑鬱一個比一個嚴重 在這個重點班 學生之間的競爭激烈 稍有鬆懈就可能淪為班級末尾 坐到教室後面 得不到老師的關注 成績的比較無處不在 如果學習表現欠佳 很容易被孤立 一次考試的失利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導致孩子的心理防線逐漸崩塌 不過 因這個帖子傳得太快 這位名醫很快刪除了原帖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含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 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六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製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寶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六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輸入優惠碼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